還沒有 現在是中期的點選當中 但是你的勝數很高 現在排名裏排第3 不過我們見到結果 陶謹申和王國興在拉著她 雖然相差有一個距離 但是數字很小 都是二千多票 其實你們和蔡謹申的情況 我和蔡謹申的情況 我和蔡謹申比較穩定 但陶謹申較為有點憂慮 因為她和王國興之間的差距不是太大 不過在現在的走勢下去 令我們有幾個信心 發明可以歷布三席 我想很多方面 如果我真的和蔡謹申出 因為除了民主黨之外 我都是另一個選擇 給選民去考慮 因為大家知道民主黨 過去一直的背景 已是中產隔離多些 而我作為基層多些 可以給選民選擇給我 同時我過去關心的議題 與民主黨關心的議題 未必相近 除了政治話題之外 在民生、社會上的問題 我和她是有些距離 這位會改革 你和我反對著 你覺得這會不會是一個重要的議題領導 其實這位改革 很多朋友都有意見 有些病人組織 就說梁忠領對病人組織來說 不是很好 但我和她解釋 我就說不是的 因為我們正正為了病人組織 所以才要反對她 要逼這個政府 要有一個較大的改革 然後才未來有幫助 特別是郭美文 在最後發言中 都說了清楚 將會有很大的更改 所以如果我們接受了 反而不一定理想 當時我自己覺得 就是我自己 沒有做錯誤的決定 我想這次特別是李卓人 他不能夠當選 我想最重要的是 配票問題出現了不理想 你怎麼想 朱凱迪拿了百萬多票 如果他給了一點點 李卓人的話 李卓人就可以當選了 因為李卓人不是真的得不到支持 他也有支持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 都是他配票的不理想 那你不是參加雷仲計劃嗎 雷仲計劃 我有同事去聽 但我們表達意見 就是我們反對 我們一直都不鼓勵 這樣做所謂民調 鼓勵人去投票 我覺得這樣是不健康 也不是一個好的策略 因為這樣就要給一些邊緣的候選人 幫助他當選 其實大家知道 我們沒有一個水晶球 看到這樣我們擺下去 就可以擺出一個效應出來 就叫他們到某個程度 就要截止了 不要再擺下去了 你是不知道的 就好像現在鄺俊宇一個例子 他就說要救鄺俊宇 救到鄺俊宇 現在你救他是郭薩龍的 現在就擔心 當選當然有機會當選很高 但是你不能排除這個機會 就有憂慮存在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做法 扭曲了選舉的模式之外 同時就是不能夠確保到 不會浪費票 其實最後結果都可能浪費票 今天有一種退選的說法 我勸退了其他候選人 你覺不懂這是有一個合理的方法 大家知道這樣更加不好 因為退選之後 整個選的情況是很混亂 很多選民跟我們說 那怎樣做 甚至現在看到結果 退選的人仍有票 你不等於沒有票 雖然你說票數不多 但是你不知道票數 究竟是應得或是否應得 所以那些選民 都是繼續投票 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可能性 他們完全不知道 所以就要投票 但第二種可能是對他不滿 就說我想投你票 你不讓我投 我都是給你一種示意 其實我想投你票 但沒有機會 就告訴他 所以我想 除非很早時間 這麼問美 他退選 其實反而不是一個很好的效應 對於今屆所有的結果 你會不理想 不理想 因為我們覺得 在議會裡面 已經少了很多的基層勞工的聲音 這個是我最擔心 最憂慮 如果今屆入會之後 你會不會有什麼特別的 我當然期望繼續做多些民生工作 因為大家知道 就算生面孔的朋友 都說要去關心基層民生的 所以我們希望聯合得到 給政府多些壓力 去改善基層民生 不過大家知道 就是面對著另一個大的政治議題 就是那個政制改革 除了下屆的特首選舉之外 其實我們不能夠在政制改革當中原地踏步 我們仍然繼續要跟取這個真普選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而都是最嚴峻的問題 因為我們面具著 其實中央政府已經下了八三個下來 那我們怎麼能夠打破這個落閘 而能夠可以令到政改 能夠向前走呢 這是一個大問題 你提過是基層 其實審批權會不會贊成 拿回自己的審批權 因為審批權和基層沒有關係 其實現在正正是一個問題 就是香港沒有了審批權 令到有些人應該下來的 不應該下來 不應該下來的就下來了 對我們香港社會上的那種 人口的組成成份很混亂 以及不能夠達成一些社會正常的發展 而令到我們無論在衣食住行的規劃 都是有一些失誤的 所以這個是不理想的做法 所以我們希望盡快能夠爭取審批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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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în